什么是食道癌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肖菊香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人医师 通常在临床上把食管棉膜发生的上皮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 通称为食管癌 那么食管癌呢它呢在我们中国呢是发病率很高 那么发病率排第五名 而死亡率呢排第四名 那又分为高发区和低发区 危害还是相当大的 比如像高发区河南省林县这样的 十万分子三百左右 那么低发区呢可能就是十万分子十到二十左右的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